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啊 我觉得半百之年是很好的 我告诉你 我生育以前一个礼拜 我还写了信给我们特首梁振英 我建议我生育那一天 列为香港法定假期 他当然没回我 他一定当我发疯了 可是我觉得说这样给自己鼓励 但是还有一个你的面子 很可以得到满足 我知道马博士 曾经专门研究过李敖 我们也很有面子 李敖说我要给小马写一幅字 写一幅字 他说通过谁来转交呢 他就打听说香港哪个节目味大 后来他们说就强强三人行 然后李敖特别从台湾 把给小马哥写的这幅字 通过我们节目的人当面转交给你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李敖大师好像体力不太好 这个字写的比他平常 我觉得软一点 小清新一些 这个我们来看看 观众可以分享一下 再看看 他这个 他这著名你看 这是半集剧的这个诗 就头一句是李赫的诗 第三句是欧阳修的诗 天若有情 天亦老 无情女子 最堪怜 这怎么像写给小田的 然后呢 君才自语 鬼神斗 就说你的这个才子 你跟鬼神斗 那李敖你看 任何时候忘不了 吹在自己 我扮鬼神三十年 所以就送给你 这是李大哥送给我 非常谢谢李敖先生 李大哥 他也跟我通了个电话 他怕我看不懂 解读一下 因为他特别打来说 佳辉啊 因为我以为他打错电话 他最近可能有了一些年纪 不太懂用手机 经常按错了 好几次打来我这边 他找邓文涛 我说我是马佳辉 这次我一听 我说李大哥 你又打错了 他说不是 我找你小马 他特别讲说 里面有一句 有四个字 只有我懂 只有你懂 别人不懂 就是无情女子 因为特别跟三十年有关系的 我第一次见李大哥 就是三十年前 二十岁 我去台湾访问他 拜访他 那无情女子是哪一位 无情女子 他就说不能讲了 因为他有一个 我有一个 当时呢 我跟他交往 我跟他交往 我就那个 跟他吐苦水嘛 讲了男女关系啊 怎么交女朋友啊 被抛弃这个那个 所以他就引用 你知道文人啊 用点嘛 用点有典故的嘛 然后所以说三十年 就刚好是三十年前 想起了三十年前 你给他倾诉女朋友 他被女朋友抛弃的往事 对 他也跟我倾诉了 他的往事 然后所以他说 嘉辉 这四个字 别人不懂 只有你懂 只有我懂 我觉得很细心啊 你就从这看出 这个李敖多会做人 这心细如发的 对对 细心用心 那马博士 如果说现在让你 要回忆这三十年前的 这个女子的话 还记得吗 记得 我记得他当时的样子 我现在当然是不堪回首 他现在 你也不必记得 他今天的样子 对 我曾经试图想象一下 后来我就想不下去了 那一定是跟 每一个女人都一样 但是到了那个年龄 我发现马博士 到了半百 刚才说 头一个问题呢 就是问这个小田 说小田 你喜欢大叔吗 当然小田的生日 最近也快到了 是吗 不着急 小田二十岁的生日 最近太大了 是吗 对对对 小田你回答一下 马老的问题 我喜欢大叔吗 我觉得这个 首先呢 就是因为是 马博士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很高兴 马博士像我提了 这样一个问题 我有机会来回答 那实际上 我觉得首先的话 这个大叔要看怎么样 因为这个大叔 对不同的女孩子 尤其是不同年龄段的女孩子 会有不同的界定 而且呢 我觉得一个女孩 她对这个大叔的感情呢 会随着她自己的年龄 阅历和她这个近况的不同 会改变的 她的意思是说 大神不会喜欢大叔了 是这个意思 你说了半天 跟没说一样 等于是说她说了 就说小来 我不会喜欢你 小田 你还是要抓紧 再不抓紧 你就只能喜欢大爷了 大叔都不要你了 我觉得 大涛跟你说对了 心态有改变 真的 像以前啊 谁要给我介绍 什么男朋友什么的 很排斥的 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特别俗这事 你知道吗 有多远跑多远 现在呢 就会觉得 哎呀 人家是好心 对不对 而且有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浪漫了 那个缘分啊 有的时候 这个人为的啊 怎么样子去设计一下 其实也会很美好的 哦 也就不挑剪了 是吧 大爷都可以见一见 是这个意思 没有大爷大叔 我都跟你讲了 这个界定会不一样的 那你说嘉辉 叫大叔还是大爷 大博 他从今天 他从今天开始 踏入大博的 那我文章 我告诉你 我前两个礼拜就做了不同的事情嘛 迎接我50岁嘛 除了写信给特首以外 我写信给内地一个媒体抗议 我看到他一篇报导啊 访问了几个心理学家 那些狗屁心理学家 他们解释为什么 那内地流行大俗控 年轻女生 喜欢成熟的男人 那举了五大理由 五个理由都是负面的 都是说要嘛 第一个 这个女生缺乏父爱 一定是父亲 以前很疏远 他找寻父爱 要嘛呢 他父爱太厉害了 从小来太紧密了 他现在还是要取代什么 要嘛没有焦虑感 没有安全感 有焦虑等等 我就很不舒服 我就写信抗议 我说对不起 你们长差缺了一个理由 这是本身大叔就是可爱 大叔有故事嘛 所以我刚说50岁是太美好了 我觉得我前面50年啊 都活在错觉里面 我经常以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比方说我以为自己 普通话讲得很好 原来发现不是 我以为自己很会做什么事 很会写文章 原来那个书也不好卖 卖了 这个他马老是这个 五十大兽生日之际 他也推出了他的新书 人渣 爱上几个人渣 咱们也宣传一下 对很多 比方说我的书要卖不过梁文道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以为自己会懂得做什么事 甚至你以为自己喜欢什么 原来后来呢 你去尝试了 你觉得不是那回事 我觉得你对自我很了解 你就自在放松 但是这个你这个体会啊 也很好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贾惠 这马老 我的朋友啊 基本上都比我大十岁以上 我的朋友很少 但是我真是觉得 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个朋友 所以呢 我都先后跟他们共同度过了 他们五十岁的生日 原来是你有大书空 我跟你说啊 他们的体会 说男人最好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珍惜 从五十到六十 这十年 是男人最好的十年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就像你说的 以前活在错觉里 二十岁傻子 三十岁 你就不用说了 四十岁正在中年危机 而且各方面压力分支踏来 你正在分裂阶段 但是到了五十岁 你知道吗 你已经都清楚了 而且你知道啊 没有什么可以再等了 没有什么可以再等了 就是真心 到了最后的时刻 就是你知道吗 而且呢 你的事业或者你的经验呢 各个方面呢 也让你能够应付周围的这个情况 于是你真的 你只要心态做好了 享受的这十年 过去这个年轻人呢 实际我就不喜欢怀旧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傻乎乎的 你知道吗 他只能吃粗粮 他享受不到人生的好滋味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五十岁的男人 找一个你这个岁数的女孩子 他才知道怎么爱 怎么享受 怎么珍惜 怎么欣赏 你说 说起来 文章说起来 有点像吃东西 年轻人就吞进去 我们叫年龄呢 懂得慢慢吃了骨头 细胶漫腰 最后我把骨头吐出来 连渣都不吐了 腔腔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沉静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绿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度假区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会圆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最近赵薇的电影 这是什么青春 它太长了 记不清 就是说票房 又创奇迹 但是我先觉得 中国电影 现在这个票房 大家又说 比如说 说什么 哪个 比如说姜文 那个电影 超过唐山大地震了 又说画皮2 超过姜文那电影了 然后又说什么 这个什么 太炯又超过谁了 这个又超过谁 其实不能这么比的 因为我觉得是 这些年有一个大背景 中国电影的总体票房 在上升 荧幕数在增加 票价在提高 所以实际上 这个电影 中国电影人的好时候 真是到了 现在电影的这个市场 好 对吧 他们就是 要想自甘堕落的话 就多拍点骗人 抢钱的片子 对吧 还有一个理由 是成熟了 观众要培养的 我们以前一直说 那个盗版爹 不好 不道德 侵犯版权 这个那个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有那么便宜的电影 来自全世界的 甚至免费的 我可以看到 伊朗的 韩国的 什么什么片 这一代的观众 养成了 他懂得去看电影 所谓懂得看电影 别误会 不是说只挑好片来看 而是说 他真的把看电影 当成一回事 他懂得说 艺术片 我就从艺术的角度看 商业片 我从商业的 好玩的角度看 他愿意去花钱 而且中国电影 现在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功夫在片外 你知道吗 这电影都像是个话题 都是聊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至青春 咱仨都没看过 但是呢 我很有兴趣聊一聊 网上你看 那就晒出很多 我觉得他这个角度 就很讨巧嘛 一说青春 谁会不感兴趣呢 对吧 这应该是上帝 给每个人的一份 最好的礼物嘛 哦 你你特别感兴趣是吗 嗯 没有我就那么一说嘛 嗯 所以说一讲起青春 就算今天大家讲一下青春 也是马老师的生日啊 嗯 然后哎 可以讲啊 对不对 青春虽然说没有看过这电影 但是呢 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 嗯 咱们看看现在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个感受 我给你们看看啊 呃 这个 这就是中国大学的本硕博 叫做 嗯 男生 你看 同一个人啊 所以他们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知识是把剃头刀 嗯 下面这个女的 哎呀 也是越长越好看 哈哈 到最后八年博士毕业 你看都成了这样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这是他 他自己用自己青春的一种方式吗 对 你再看下边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 徐磊 在微信上 嗯 你看这是当年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 就叫父亲 嗯 你看他这么一排列 这变成当父亲年轻的时候 哈哈哈哈 差不多啊 你再看下边 哎呀 哎呀 我跟您说 这是多少年前呢 15年前 还是20年前 因为前一不久 我主持一个活动 有一个年轻人 嗯 拿出这张照片 说15年前 你去内蒙古 主持一个活动 我爸爸带着我 坐在你膝盖上 照了这张相 你看看 现在这个孩子 长成什么样了 你再看下一张 哎呦 现在都有孩子了 陶哥我不得不说 你就像住在那个 生活在冰箱里的一样 哎呀 行 接下来就不要回来了 就放这个吧 他这个男士 这个先生 要好好珍惜那个照片 我们看到15年前的文涛 刚也没有注意那个照片 我告诉你 一个人啊 这个眼睛可以看得多 看得出来啊 那时候是纯真年代的文涛 英文叫做 眼睛里面有天使 Angels 在跳舞 现在呢 眼睛里面 魔鬼啊 而且那个年代 他还给男生 坐他膝盖大腿呢 现在还会给吗 现在也会给 只是你不知道 现在改鸾筒了吗 现在 哎 小田谈谈这个感受 就你刚才那个 坐在冰箱里的感受 没听够是吧 对没听够 冰箱没在 接着去冰箱的话题 我会觉得真的 就说一个男人啊 15年在一个男人身上 留下的痕迹啊 更多的应该是内在的 我觉得涛哥以前 说过一句话 其实给我印象很深 而且我很喜欢 他说一个男人 要对自己40岁以后的 长相负责 对 我觉得是非常智慧的 一句话 里面是智慧 也是责任 而且呢 是一种气魄 没错 你看 我是仿佛有数 这个 但是要说起来呢 旁边这位 马爷 马大白 他呀 多少 是我们千千三人行 最有形的 对 身材真的 我的身材呀 完全就是崇拜他 我要能长成他这个身材 我 我离50还 还远着呢 是吧 我告诉你啊 等我60的时候 我再来节目 到时候我把我那60的身材 展露一下 我50岁就希望用10年时间 去学泰拳 泰国拳 把自己每一块肌肉 锻炼成那个 那个最近 Iron Man 钢铁骑兵 钢铁骑 钢铁骑 把它弄成这样子 60岁 怎么把脸皱起来 太多了吧 20岁的女孩子 都不会喜欢呢 那样子 咱们不如也看看 小婷20岁上 那样子 像现在的样子 好吗 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小婷的青春 不是 小婷现在还在青春期 这是多大岁数的时候 19 刚在北京上大学 哎呀 你看那个时候这个长得真是 什么意思 哎呀 让魔鬼生出一些想法 我再看下边 哎 你看这个时候 有点银邪姿态 是吧 就在变 就在变 你看一个女孩 从那个淳朴的样子 就变成这个样子 人唏嘘啊 你再看下边 哎 怎么这个又出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你生的女儿吧 不是 这是那个香港迪斯尼开幕那天 哦 人山人海 对 我们再看看 哎呦 北大毕业 这是挑给你看的 我知道你对那个地方 肯定会很有感情吧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好 确实是让我觉得很温馨啊 哎 小婷儿 真实 所以你看女人对青春 你觉得 女人的青春比男人更值钱 当然不会 更贵重 当然不会 人人平等 我觉得青春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都是这样子 爱情 奋斗两大主题 仅此而已 可是为什么女人从25岁到30岁的时候特着急呢 会吗 看怎么样子着急 可能 那可能是因为女人啊 对男人多少呢 会有一点没有信心 就会嫌男人 会担心男人 是不是太肤浅 那么过了30以后 啊 他就只会看什么外貌啊 那种年轻漂亮啊 什么的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呀 我的美啊 什么的 是不是 不是那么多男人 有这个能力可以欣赏了 所以说是替男人着急 嗯 哎呦 我觉得 我觉得小婷不用太担心啊 男人不是夫妻 男人最大的毛病是贪心 所以你到 就像那句老话嘛 你男人到了哪个年龄 有人说什么19岁男生还是爱19岁女生 29还是爱19 对不对 那句老笑话 59岁男人还是爱19岁女生 可是这句话不一定全对 因为一个老男人啊 他爱年轻女生的时候 不表示他不懂得年纪少大的 女生的美好的部分 30岁有30岁的美 50岁是我老婆比我大的 我从年轻到现在 我都我都只爱年纪比我大的人的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他们那种成熟 我妈比我爸也大 大三岁 女大三 真是 你妈在 我妈现在这个 偏瘫在床 那我改天去拜后一下 对对对 去广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早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 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辩诺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我很想去操约玩 买猛牛开箱赢大奖 绿色猛牛幸福畅游 这个说什么大疏控 其实不是个多么多的现象 就是你知道人们说起来 比如说年龄相差大的 这种配合 可能比我们父母的时候 稍多了一些 但是我跟你讲 它在总人口当中 还是个极少数 大部分情况下 岁数相差不太大的 也就是说 我跟各种年龄的女孩 我都这个有所了解 是吧 了解 我觉得真的 能够说跟咱们 年龄相差很大的 这个小姑娘 能够跟咱们好上的 这她要有慧根的 她一般的那个年轻女孩子 二十岁的女孩子 那能跟我聊天吗 你根本就觉得 她是个就是不靠谱 那完全不靠谱 我倒是觉得 刚才马博士讲 很多男人 有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贪心 要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男人 有一个问题 就是骄傲 她会觉得 又说我呢 说了什么 没有 真的 我觉得男人 她的这种骄傲 实际上当然也是 她的一种清高 一种这种自我感觉 是无敌良好 所以说呢 对很多女人的话 她是会不懈去发现 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有的时候 她会觉得 哎呀 好像就很沮丧 觉得也没有女人会懂我 那还不如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就会这样子 这种骄傲加懒惰 就会有现在很多 这种大舒控的这样的现象 我很重视心灵的交流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太年轻的女孩啊 真正像找了50岁的男人的 为什么在我们朋友当中也不多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啊 这个东西是 它是人中龙凤 如果20岁的女孩子出来一个 她能跟60岁的男人一起生活呀 这个女孩的情伤啊 你注意看 很好的 就她那么年轻 对 那是拜伦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对付聪明的男人 需要一个愚蠢的女人 不对 对付愚蠢的男人 需要一个聪明的女人 对付一个聪明的男人 需要一个冷静的女人 实际上就是指的情伤 我是比较乐观 怎么说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说贪心的男人 懒惰的 骄傲的都有 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公平 你是什么人 就会碰到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就会找到什么人 生物性 你真的是用语言 身体 眼神 种种的缘分 总会碰到的 你放心好了 对 但是呢 这基本上有阴阳两大类 有一大类呢 是天作之河 我发现越来越多男生喜欢我 年轻男生 好多越来越多年轻的 我喜欢啊 你又好喜欢你的身材 年轻的男孩子 不是那种喜欢 是真的喜欢 就过来 你看到跟我讲话 跟我什么 那我发现 后来发现他们很多是gay 或者说有那个 他们原来是大 大熟控 就像他喜欢跟年纪大的 叔叔交往一样 已经练的大熟控 他是挺帅的 你觉不觉 是很帅 很有型 大陆男的不容易弄成他这样 像我早两个礼拜 去死三温暖刷暖 怎么坐着那边 没穿衣服吗 怎么一抬头 一群男生围着我 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 还不吐骨头一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